岁末年中 华美银行为了感谢华文媒体 这一年来的支持以及协助 日前在亚太博物馆举办一场 与媒体答谢五宴 并且也分享华美银行 在社区发展方面的现况 同时也对下一年的新目标 展开计划与安排 总的来说的话 大方向会保持跟以前差不多 最主要的是找到更好的 channels跟way to service 我们的customer 那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客户 以前以后 不管我们怎么发展 都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再来的话我想我们会继续 look for different channels 跟我们的community 找到更好的partnership 因为我们认为华美银行 在我们特别在华裔社区里面 是我们其中的一个responsibility 继续 promote culture language and general business collaboration 我想新的政策新的做法 其实银行业 其实多多少少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我想最主要的是 我想大家都会很关心 像interest rate会提高 或者说有什么政策 就是大方向 监管部门有什么大方向的改变 我们当然会看着监管部门 他们定的方向 我们当然会看 跟他们一样的去走 往那边走 当天华美银行资深副总裁行销部兼社区发展部总监王国兰女士 华美银行执行副总裁蔡汉文女士 和亚太博物馆的代表也一同出席参加 中网电视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